而且还要是这样 订计它是不需要预先支付任何费用的 好像是啫喱壮 其实是类似椰汁糕 椰汁糕我估计 但是很有心思 放得这么漂亮 我们现在上了船的三楼 点心已经吃了七七八八 就在我头顶过了 这个就是广州大桥 这就是广州大桥 哈啰 各位观众大家好 现在是早上7点9个字 我所在位置就是北京南路 今天我和他老婆去做一件游客做的事 就是去天字码头坐船喝茶 而且不得不提的他们的出品 还是在广州走家来监制 起码有一定保证 我们慢慢走 走到一路上再和大家慢慢说 首先要和大家说的就是交通路线 北京路站6号线 地铁站B出口出来 然后在这里过去 如果有熟知广州 在广州住过很多年的观众 应该都不陌生 即使围到这样 大家都可以分辨到 但是有些可能还未在广州住过的观众 也不懂 那你就这样走就可以了 来到这个位置 对面又是叫天河城的 在这里过去 A出口更快 原来说 A出口更快更快 我们今天去一个地方叫水上茶居 在天字码头开船 其实我们一直想来都很久了 趁着今天终于有机会试 第二 他们开船时间应该是8点半 8点钟就开始买飞 订阅各种 游船时间好像是10点半回到来 最近那里的地铁站 就是北京路地铁站 当然你说是要在海主广场地铁站 都不是不行的 但是你要试路 沿着海皮边往天字码头一路走就行了 旅游业唱 整架巴士 旅游巴 那个方向是海主广场的方向 我们有经过这个楼市地产中介铺 当然看这个 有时我们未看之前先说一下 始终不是说吹捧 人家这些公司做了这么多年 因为那些字是够大的 对不对 譬如说长兴直街 我大概知道在哪 35平方米 150万左右 对不对 再来就是 找些数据 港港花城 都要4万元一平方 这些可能不是楼盘吧 再来真的少些 这个楼盘 江半雅院在哪 我真的不知道 北京南路 我们看看 北京南路 440万 100平方米 就是4万4元 10万一方 文德南路 340万 3万5元 都不用 这个最划算 是吧 文德南路 340万 3万 全部都是旧改的 旧改出来的 是吧 那些 你不是看这些的 这些 这些不是 这些 这些天河区 那些是哪里 怎知道 你听过名字 你怎知道在哪里 对不对 可能很远 好像这些雲港城 可能是机场的 那些本太少 我们看看旁边这个 本地 一个比较出名的牌子 这个是公寓来的 这个北京 清水豪都五万一 未免夸张 可能是学位房 十季虎 十季虎 很贵是很正常的 十万银 再来 还有 哇 很贵 感原国际 不知道在哪里 三万六千元 一平方米 但它的好处 就是八五万就有交易 基本上就是这样 大家这个熟 鲜湖街 大南路鲜湖街 这些是楼梯楼 二楼的鲜湖街 三三五 这些是旧的 一百平方米 那种一般是三十万多 就是旧屋 那些 新的就比较贵 新的一手就好 是 老城区不用想 这些这样 一季府隔离 万五元 三个月了 不过就够大 这些人用来做写字楼公司 Souho 那些 好了 看完楼价了 都看不到便宜的本 可能海珠区会多些 接下来 我们快点过去喝茶那里 去到再和大家慢慢说 真的 很快 我们到了现在五分钟 就是八点 应该在这个位置进去 我门口都排了人 写着 珠水百年 天字码头 不过有问题 今天天空作理 现在下起了无无小雨 不过天河那边 天还是光的 应该不会落很大 我们过了晚六 就是这个了 厉害 第一班船 因为我们是第一班船 八点半到十点半 茶位还要半价 他们最贵的茶位是$25 最便宜$20 要看哪部船 点心6.8折 星期六日就不适用的 下部还有二维码扫描 扫描是二约的 里面不太复杂 大家尝试一下 都可以看是否扫描到 如果扫描不到 我们进去订位的时候 再和大家慢慢说 等了几分钟 终于开门 就是在这里 你报你的电话号 它就会给你一张飞仔 你就可以上船了 我们先在这儿等一等 好 各位观众 我们终于找到位置 跟大家谈谈攻略 这里是8点钟开工的 我们怕迟 所以一早出门口 我们在门口等了大概 差不多15分钟左右 然后在等的时候 我们很奇怪 为何这么久未开门 因为我们怕迟了 没有位置 但是如果各位观众 以后要来的话 其实不用太急 只要你可以在8点半之前 赶到你有预约 是一定有位的 接下来说一下 如何预约 这个就是我的预约记录 你在WeChat里搜 天字码头珠光游 最新活动 预约水上茶居 这样就可以了 而且还要是这样的 你订计它 是不需要预先支付任何费用的 而且你只要预约了 你去到那儿 报你的手里电话号码 就可以了 然后有观众 也会说 我不会用这些 你还可以打电话预约 刚才我们在门口 拍摄那个牌 上面有电话号码 大家设计 一定要预先打电话预约 不然的话 你很可能会没有位置 如果你们两个人 就可以霸出这张 亡窗的位置 再来 还有一个事情 来自香港观众 或者海外观众 也很奇怪 我的证件 可以吗 大家放心 事情是这样的 按道理 我会带国内身份证 过来 他也说了 是要的 但是我非常大猛地 把身份证留在我家 我忘记带 但其实刚才到了 只要你报出你的电话号码 他就给了一张这样的票 给了这张票 你拿着进来 这样就可以了 他还会分配桌号 我现在坐在这张桌 就是望江的 刚刚下湖雨 对面应该是 奔江西 应该大概差不多了 不太熟悉 这里望过去 应该是海人潮 另外又说一下茶位 是怎样计数 他们这里茶位是分两种的 但是要看哪部船 我们坐这部船 应该是20元一位 还有一款仿古船 仿古船 仿古船应该是 再晚一点点的时段 就是25元一位 那个就 拍照更漂亮 只能就说到这样 我们会先下好单 今天重招 点心又六八折 茶位半价 又来到眼花寥暖 独餐牌时价 广州好水上茶区 如果你们不需要游船 只是想品尝他们的美食 其实去海印大沙头马台 都有的 同一家出品 但是它的出品 很有心思 是非常之好的 首先 这个 浴线龙 就是我们第一个 放入购物汽 我们吃点心 很喜欢 喝茶很喜欢点这些套餐 138元一份 里面出了六件的点心 又或者蛋撻 这些都是有的 这些就不慢慢度 法式拿破仑 甚至乎步步高 这个有五款点心 八十八元而已 就算你说没有 六八折 到底 再来这个 我们由考虑中 这些小朋友最爱的 但我就看不出它是什么点心 潘多拉摩法球 开心点 开心点的价格是六十八元 如果不打折 确实有点贵 所以综合考虑过 我们都应该会叫这个 138元这份 看错 原来是二十二元 那二十二元 又立刻想怎样 不如就这两个 我们一直想试试它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都喝过一杯小茶 老实说 和上一集所说 很多地方都是 采购半成品 广州酒店 当然不用 即使是中央工厂 他们都是很有新意的 例如这个潘多拉摩法球 我听都没听过 现在原来是我看错 二十二元 二十二元 就试试一下 外边整天都吃得到 这个正常 组黄糕 萝卜糕 蝦餃 葡萄 回来这边 回来这边 这边也有不少点心 比如说这个芋头糕 这个芋头糕 也是很有特色的 我吃过 还有薄餐 牛腩 嘴嘴粉 甚至乎 乘风破浪 各种都有 很有特色 回来我们就下好了 大家看看 这边 还未开船 可以看到户外有很多 茶客在这 拍照 其实 二十元都抵 不要说打不打折 在这边 可以这么近距离 可以看到海珠桥 至于镜头转过来这边 就是刚刚下延宜的广州塔 很厉害 那些海料 白鹿应该是 在这儿飞来飞去 我送上来的 就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潘多拉摩盒 给它的名字好 有个士多啤梨 有一些 应该是干冰 它又好像烟 那样的 有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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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奶凍 来的 不打折的价格 是22元 如果打折六八折 15元左右 便是值得的 再来 我刚才问过 它们开船时间 是9点 会经过聂德桥 小蛮腰 即是往东方向走 不会往中大码头 走 10点半下船 你会坐着船 一路坐一路吃 至于折扣方面 我也搞清楚 今个月 现在我们在拍摄的 6月份的事情 今个月 茶位还有半价 但当各位观众看到 这条片之后 其实已经没有再半价 但没有半价 最贵的仿古船 最贵的仿古船 仿古船 我们今天坐这条 仿古船 但如果在下个月 点心 走一的话 一样会有六八折 吃吧 至于预约 我再说多一次 左边这个二维码 用微信 按数一数就可以了 如果不行 你们打电话号码 打电话来 无需预先付费 就可以电话预约 预约 预约了之后 在名单里面 有了你的名字 就一定有位 吃吧 吃吧 先吃吧 看过 啫喱壮 好像是 其实是类似椰汁糕 椰汁糕 椰汁糕 我估计 但是很有心思 放得这么漂亮 很惨 不会千篇一律 对不对 我也知道 我们香港观众 可能普通话 都不是太聪明 我可能比你们好 在这里的服务员 绝大多数 不应该说绝大多数 至少我现在听到的 他们都能够说到熟年的粤语 在沟通方面 就绝对不会有问题 很香 试试一下 很香 奶味 很值 像一块冲凉了的双皮奶 但味道就不是双皮奶 不是双皮奶 是双皮奶 双皮奶的瓶住感觉就是这样 很特别 很香 那种味道 奶味很浓 全部都给他们说了 很小 比椰汁糕好多 下面应该还是干冰 挺有心思 是不是 收你的十多元 这些 哄小孩 小孩不开心 对 对 因为有很多地方 不能吃 我们在吃这个小白醋 船开始在摇访 应该差不多开船 我们等到另外的点心 是成座塔 很好的 他对这个念念不忘 你吃光 我吃过士多啤梨 我切过丁 它不切 它会很容易打翻 真的挺有心思 是吧 试试芝士蛋糕 老婆 应该就是那种做法 我吃这个 这里环境好 除了美食之外 还可以欣赏这么漂亮的环境 又不会觉得很热 在这里的冷气超厉 再来 有观众 热煎最好 有观众又问 究竟怎样才可以 有一个这么漂亮的窗边位 有点点心得 第一 因为它在那个名单里面 你去到它就打勾 接着给你一张飞 如果你不怕辛苦的话 其实 早一点点是值得的 我们未开门就已经等着了 那么 派到窗口位的机会就比较大 但第二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人太多 比如说六位 八位 我说八位 但是圆桌也不行 是的 人太多 基本上派不到窗边位 四个 四个 如果你来得够早 就可以占到这一张四人桌 人太多 船要开 左右船 是 如果我们也知道 那些本地博主 就是以前 讲的以前 他们是要斗快 其实真的不是太好的 在那里 剃了你的名 接着给你一张飞 上面写着桌子号 那就最好了 挺厉害的 坐正九点 刚刚九点 开船 整个游船时间 正如先头所讲 一个半钟的 我再啰嗦说多一次 大家如果要预约游 香港公众切记切记 一定要提早打这个电话 因为船难免有时候 要入厂维护 又或者变成正态 切记切记 点心 我们的点心就到了 有两个天鹅 有两个塔 下面这一层 就有两只虾饺 再来 这个应该是红枣糕 和825塔 就是这样的雀笼 放在你面前 至于老婆 已经逼不及待 走了出去看风景 我就先吃东西 既然刚刚吃了甜的 现在就先试甜的 这个挺好的 因为这些很明显是商人套餐 我和老婆 每款点心都有两件 这个是什么高 再次确认过 天鹅是榴莲酥 这个是鲍鱼 鲍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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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鲍鱼 最后我放了这个 是叫做 棗黄糕 我试了这个 很黏 外边是在行船 我们在吃贬心 吃了 不说一下 打半价 最值这个茶碗 大概30元 30元 没有 真的没有 而且服务真的挺好的 很棒 始终是广州最佳监兽 像年糕 像我们小时候的年糕 因为很艰难 才在碗里搁起来 一放进去 还有很厉害的红棕味 超厉害 超厉害 这些不放得久 一放久了 它就会结成一块 究竟妹妹呢 等着就知道 因为老婆那块没有吃 在这里 红棕糕 我原先打算 吃完甜的再吃 很浓和棕味 真的 真的与众不同 接下来 先试一下 先用碗 装着 两个原因 可能是 水上茶居 就怕 始终会移动 对不对 反了就不好了 这里是江湾桥 是的 我们刚好经过江湾桥 那些美食都变得似义 在这个角度看江湾桥 那里就是江湾酒店 江湾酒店 是的 我再吃虾饺 再说 你看 鸡皮没有那么容易散 风景可以慢慢看 食物不可以等 因为游船时间 一个半小时 我差点想吃虾饺 因为老婆走了出去 你拍摄 皮又不会太厚 不黏 两只大虾 吃得到 足足两只大虾一天 有筍 超好吃 超好吃 接下来 当然试试鲑鱼饭 蛋饭放在最尾 就是这个 鲑鱼饭 上边我猜 会不会有些芝士粉 还有超级松脆 握在手上 都好像会散 这些就是靓蛋饭 试试 好热 它像什么 它像一个 包着蛋饭外皮的叉烧酥 但外面也是 这个部分 很软软 上边是芝士粉 中间是鲑鱼仔 好像糊 这个是云野 木野 是有鲑鱼 整粒鲑鱼仔 而且真的很热 它们要点心 刚刚 弄热 所以 是不能够心急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 真的像我这样 老婆去那里拍照 我坐在那里吃东西 最后当然是试这个 下面还有蛋饭 这个 我记得之前曾经有一次 很冬天 在大沙头吃过一次 都已经觉得拍案 叫绝 这个是榴莲酥 因为这些要趁鱼才好吃 它的头是可以拔下来的 这也是一个 哄小朋友最好的点心 一拔下来 其实就是榴莲酥 试试 这个是榴莲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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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榴莲 吃过都真的要给大家看 榴莲 好像再大一点 就擠出来 又不会有些油溢味 榴莲果肉又有纤绵胃 嗯 嗯 这些就是不纤绵一律 对吧 就算是 都是他们自己做的 对吧 广州酒家手工程 大国企 对吧 嗯 吃都已经是次要 嗯 我觉得吃都已经是次要 我们来到哪里 这里是二沙岛 是的 我们已经来到二沙岛 再往前走 就已经到廣州塔 和聂德桥的方向 海深桥应该不过吧 我猜 不知道 到时候知道 接下来 就到老婆 开始慢慢品尝她的美食 我还有两款点都未试的 在这个时候 因为差不多到廣州塔 当然去看看廣州塔 什么样 我们现在来看看风景 原来还可以上多层 上面更漂亮 这边应该是 这边是河南 这个是 那个叫做 黄金海岸那边 很少从这个角度看 话说 夜游 我们游过 日游 真是少游 这个方向 就已经是廣州塔 前面 就是海深桥 这里一栋一栋一栋 就已经是珠江新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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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大码头 国立中山大学的牌匾 就在这里 这里也有珠江日游 但是如果要喝茶 这里就是没有 再往前走 一些 奔光东的贵格楼盘 什么益海湾 那些 就是这样 原来它看着 二沙岛 风景 看了一轮来到廣州塔 我突然想来吃蛋撻 至于 咸水骨 我就不和大家一起吃了 刚才一样 一样是那么酥 没有那么圆 因为蛋撻 没有那么融 但是一样是这么松化的 正好 真是出品 食物出品 确实是不错 我们现在上了船的三楼 点心已经吃了七七八八 哇 就在我头顶过了 这个就是广州大桥 是啊 在我身后 就已经是广州塔 一过了桥之后 哇 是不是很过瘾 好像可以伸手摸到 哇 刚才那道桥 刚才那道刺激 如果大家像我那样 有位高症 其实是不适合这样的 如果没有 这些风景就一流 现在可以来到这里 哦 前面就是聂德桥 海心桥 这个海心桥没有那么矮 对不对 这里 也不是的 其实很快 这里高一点 刚才那条 那个是广州大桥 这个就高一点 嗯 嗯 你看 这些高一点 这个高很多 这边就是广州塔 多近距离 好像我上次 珠江夜游都来过一次 都是有食物的 但是 没有那么看得清楚 我觉得 反而早上还好 哇 那里还有个无人机在飞 是啊 对啊 还有个无人机在飞 这边就是珠江新城 这个海心沙 和晚上完全不同的一个感觉 大桥 哇 过去聂德大桥 无人机会 最高的这两栋 应该是右边这栋高一点 一百多层 一百多层起码的 一百多层 右边这栋最高的 我们已经饱了 饮食又饱了 现在刚刚过了九点半 同样不用了 同样我们也卖了单 大家看看 一百二十八元而已 老婆孟这么在说 茶位超值超值 我也觉得 就算不打折了 现在只收茶位10元 值不值呢 而且写明6.8折 足足平了五十元 厉害吗 老婆孟这么说 今次喝茶是最值得的 最特别有意义的 我们没有点一些比较饱肚吸食的东西 就是点心就算了 因为吃人的点心 而且老婆刚才总结了一个经验 究竟选什么点心好呢 是这样的 千万不要选择粥 糯米鸡 最重要是 一口等到口 蛋撻 虾饺 那些是最好的 上来 放入口 吃 这样就可以了 跟着看风景 就算你不出户外 你坐在这里慢慢看 都比较好 就时间了 否则的话 真的跟几个朋友来这里坐着船 慢慢喝茶 聊聊天 即是下午茶来得多好 叫龙 好像那些雀龙那样 叫个雀龙 慢慢在那里享受一下 你比去西式下午茶 当然了 当然了 好 接下来这个环子 我们又到中午了 中午必做一个时间就是 去买菜 我们在珠光路市场买菜 买点的 因为女儿也要吃饭 是的 女儿回来今日学校放假 进入暑假模式出发 经过不远 我们就回来珠光路 我们会买点的菜就走 一来早上 就在这里买猪肉 路边的档口 早上买不怕的 老板就包含了 搅碎肉的服务 上次想买搅 是的 上次我们想买的猪肉挺漂亮的 但是它没得搅 好 今天一打碎买猪肉 就懒得自己回去做 对不对 又买了一袋猪肉 搞好了 我们继续往前 越来越多 这里又有一间新开张 可以 暂光土猪 我们再去前边市场 中午女儿要吃什么 现在其实很早 还有 先留有件事 忘记说了 他们预计是十点半下船 但是时间当然比预计要早 其实是十点钟左右 下船 所以刚才我们下船的时候 跟大家说 点心一定要点心 一等到口 就能吃 不要把时间都放在吃点心 你要欣赏风景 对不对 竹子那些最好不要 我们买了一袋西米给女儿煮甜品 再买了一包面 大家估计多少钱 用了四元鸡 三元 那包面三个月 市场还没进去 我们已经差不多买齐东西了 星际 星际 买手丝鸡 嗯 还有饭盒 9点 16元 买哪种 盐焗手丝鸡 饭 16元 整个饭 要手丝鸡 不是要饭 相性加6元 这只横花鸡 40元半只 盐焗的 我们要老板帮我们尝尝 这个好吃 摆得这么高 我们买了盐焗鸡 为什么会买呢 再说清楚 它是真盐焗的 不是用那种水浸的 我们买完之后 后面又有一个阿姨 食货 马上选择 刚刚一只 我们一人一半 食货 那个阿姨后面 接下来市场 都要进去 进去买几条菜 所以说我们应该不会买 因为没有炸车来 有炸车可能买多些 面前 我们很久都没有来过的 珠光路市场 应该叫珠光市场 因为它位于珠光路 这里在市中心来说 这个市场算是比较舒服的 因为上面有冷气 还有手扶梯 我们上来市场 一来就先看看水果 黄皮 10元 三圍里 6元 这些多大粒 你想买西瓜 不要 那么远 我们想买番茄 但找不到番茄仔 荔枝 荔枝 荔枝很好 10元 10元一斤 我估计是糯米糍 7.5元 7.5元是哪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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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用钱 这个是散的 上面这个是多少钱 都一样 都一样 7.5元 后面糯米糍 10元 通常我们的市场 这些散的 是会 是会 止止的 这些很大 是 上边那些 又太大了 我们又未必吃得到 那么多 都是 买少许 买少许 试一下味 因为荔枝 你又不能放太久 选一选 像这些 就不要 这些 其实都可以 对吧 够了 差不多了 最后呢 我们又买了番茄 这样就够了 这里呢 就看过最经济实位 4.5元 一斤 而且新鲜 是吧 好了 我们又完成了愉快的一天 也是时候回家了 在这里走过去坐地点 也很快 约定各位观众 下集见了 拜拜 拜拜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